音樂方面,我找來一位專業人士幫我 他就是著名的音樂人趙增熙和張仁傑 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其實趙增熙我認識了很久 幾年了 十隻手指數不完 今天很開心可以找你和我一起聊聊天 分享一下 因為我找你這次幫忙做我個人的第一次讀腳音樂劇的音樂總監 想和你分享一下音樂的東西 其實你以往做流行曲的多 其實這次讀的音樂劇 其實分別在哪裏呢 音樂劇一定有故事去貫穿整件事 其實我自己做音樂會 演唱會很多 演唱會很少會有一個統一的故事 由頭到尾 最多是其中一部分有少少故事性 亦都不會是很強的故事性的發生 但是音樂劇一定是一個故事去由頭到尾 然後那些歌曲全部去服務劇情 這件事我覺得是從我做開音樂會最大的分別 就是我現在弄一次這個 然後就去中間那裏 其實在音樂劇裡面一定是服務劇情為主 有些歌曲的設計就是會變成為 好像真的在那時候夾樂隊 因為那個角色裡面是會夾樂隊 他是在樂隊 有幾段是真的好像 我們模仿一下 是一隊學校樂隊去玩 另外有一些就是 我們會將那個編曲 其實我發覺是生鴨的事 就是要趁你去講那個故事 趁他講那個故事的情緒 跟著那個情緒走 因為其實我們是用那些歌 來幫我們去表達那個劇的情緒 去到那裏是講那個感覺是怎樣的 就是那個是開心的 那首歌我會更開心一點 如果是愛愛會令到他比原本那個更加愛 和做其他的One Man Show獨腳是一樣 做獨腳的音樂劇對於演員來說 難度也是相當之高的 不單止要演技去徵戰 還要有好的唱歌技巧 否則的話就唱不出整齣戲的感覺 不過這樣 原來對於負責音樂部分的趙曾希來說 一樣都有難度的 在香港做音樂劇 我自己看 即是真的在Theatre裡面 他通常都無法用Live Band 其實用Live Band 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我覺得 因為那些Cue應該是一講到 那個位置就要去 就要去 那個感覺是要跟著唱歌的人走 這件事其實是我最想做得回 因為資源所限 因為實在你要整個製作費這麼貴 Live Band 是一件非常非常昂貴的事 整個部份都非常昂貴很多 我們就嘗試不用Live Band 今次 但是我都非常希望可以 可以保持到那種Live的感覺 如何喜歡你 如何結識你 我每次一一的淡忘 唯獨情深一片 想做到Live的感覺 但又外於成本製作的問題 就用不到Live Band 這個就是 做獨角音樂劇的一大難題 而對於另外一位 負責編曲的張仁傑來說 最難的就是 用歌曲去配合整個故事 我之前也做過一些音樂 但我只是做好一首歌 跟著他們 就是做戲 跟著就唱我的歌 跟著做戲 就唱一首歌 今次這首歌 就是 我要跟他同時做 才可以做到 因為 他唱一唱一首又會說 講一首又會唱 那個時間 要抓得很好 才行 在編曲上 因為 如果 做完之後 他做戲之後 不合 這首歌 也不可以 反而是那些位置最難 我認為 去到唱的時候 其實沒什麼特別 雖然都是輸情的跳唱 這個難度不高 反而是鑽起歌的位置 中間的位置最難的